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恐怖电影《幽灵情书》 该片于2011年11月24日在香港上映 在上映的第二周 就以28万港元的收入名列当周香港电影票房的第二名 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那么影片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开始 这天的晚上男主阿伦与朋友阿峰和阿祥正在沙滩上玩乐 突然间阿伦发现不远处有一名女子走过 于是立刻追了上去 但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原来这名女子正是阿伦高中时期日思夜想的女神 名叫杜晓月 只是阿伦追了杜晓月一整年都没有追到 后来更是失去了联系 如今再次看到她的倩影 阿伦才发觉 其实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没有忘记过她 第二天 阿峰和阿祥见阿伦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便建议她联络以前的同学 问问他们知不知道杜晓月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一圈下来 韩真被阿伦三人给找到了 一个名叫范妮的同学表示 自己会帮他们把杜晓月约出来 明晚在一处别墅里见面 第二天晚上 阿伦三人如约来到了别墅 这里既偏僻又荒凉 而范妮招待他们坐下后 杜晓月却迟迟不见踪影 于是三人只能坐着干等 这时阿祥无意中看到 外面有一个小男孩跑了过去 但一眨眼又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 三人突然听到一阵月声 便寻着声音来到了一个房间 原来是一台音响在放歌 但还不等他们细看 月声便戛然而止 显得十分的诡异 下一秒 范妮突然从背后出现 三人给吓了一跳 随后阿祥问范妮 附近有没有一个小男孩 文言范妮表示 那是杜晓月的弟弟 去年掉进海里淹死了 之后杜晓月的父母 为了走出阴影就移民了 现在只剩杜晓月一个人住在这里 所以这栋别墅才会显得这么荒凉 说吧 范妮便带三人 走进了地下室尽头的一个房间 只见里面赫然摆放着杜晓月的灵位 此时范妮突然指责阿伦 说是他害死了杜晓月 原来高中时 有一天阿伦一路追求杜晓月 而杜晓月为了摆脱他 便上了一辆出租车 但下一秒阿伦也上了车 于是杜晓月只得赶紧下车 没想到阿伦为了拉住杜晓月 不慎一把车掉了他的上衣 使他完全暴露在了众人的眼前 见状阿伦立刻下车 想把衣服还回去 却不慎被绊了一跤 受了重伤晕晕了过去 导致杜晓月一直没有衣服 被同学们嘲笑 此后杜晓月大受打击 一蹶不振 治疗多年也无济一事 最终在去年割腕自尽了 随后范妮将杜晓月的骨灰坛 交给了阿伦 说这是他的遗愿 谁知下一秒 阿伦不知为何 突然手上一滑 将骨灰坛摔在了地上 见状四人都慌了神 连忙一同收拾了起来 没想到正在这时 一阵风吹过 四人顿时被骨灰迷了眼 然后一起晕了过去 第二天 阿伦三人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躺在殡仪馆的门口 吓得连忙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 阿祥回到家 将昨晚的事告诉了母亲 没想到母亲表示 沾上了骨灰 不仅当事人自己会倒霉 而且会连累身边的人 所以为了一家人的幸福 阿祥还是先去朋友那住几天吧 等事情摆平了再回来 就这样阿祥被赶出了家门 于是只得去投靠阿伦和阿峰 和他俩一起统居了 随后阿峰带阿伦和阿祥 去找了自己的奶奶 她是一位神婆 可以通灵 而奶奶得知杜晓月的事后表示 扰人尸骨九死一生 轻则一世厄运缠身 重则恨尸接头 对此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请杜晓月的鬼魂 出来做一个了结 如果他愿意出来 还好说 要是他不现身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当晚阿伦三人 按照阿峰奶奶的指点 在别墅里点了香 近待杜晓月的现身 过了一会儿 三人突然听到了 范妮儿的尖叫声 于是连忙赶了过去 发现他正用手指着灵堂 只见杜晓月 正站在自己的灵位旁边 神情冷淡 而他告诉阿伦 本来自己还有七天就可以投胎 没想到却被打碎了骨灰坛 所以如果自己投不了胎的话 一定一辈子都跟着他们 让他们家破人亡 文言阿伦急忙问杜晓月 有没有什么事 可以帮助他投胎 对此杜晓月表示 当晚骨灰坛破裂 自己一时分心 被姓蔡的鬼魂抢走了钱财 所以现在需要他们去殡仪馆 把这些钱拿回来 话音刚落 几人便感到头晕目眩 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阿伦三人来到了殡仪馆 找到了蔡先生的遗体 将扑在他身上的纸钱尽数收走 不过三人毕竟心虚 所以纷纷掏出身上带着针钱 想给蔡先生留点 让他有怪莫怪 没想到在此过程中 三人不慎惊动了一旁熟夜的蔡夫人 而蔡夫人哭花了的妆容 在黑暗里分外恐怖 把三人吓得夺门而逃 接着杜晓月又交代阿伦 让他用这些纸钱去珠宝店里 买一枚真的钻戒 给他当陪葬品 当然了 纸钱显然是买不来真赚 因此第二天 三人找了一家最便宜的珠宝行 由阿伦刷卡卖下了钻戒 然后在临出门时 将纸钱全部撒了出去 算是完成了杜晓月的指示 晚上阿伦将钻戒送给了杜晓月 这时杜晓月表示 明天需要阿峰和阿祥出去招魂 让阿伦一个人留在别墅里 话音刚落 三人便晕了过去 随后范妮带着人走了进来 原来杜晓月根本就没有死 这一切都是他和范妮的争骨 只是为了一解当年之恨 并且此时的杜晓月 其实已经做了一位富商的情人 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他发现阿伦确实很痴情 当年的事也有不少的误会 所以杜晓月的心底不禁动摇了起来 对阿伦产生了一些别样的情愫 第二天 阿峰和阿祥披马带笑 走街串巷 为杜晓月招魂 没想到两人正巧碰到了阿祥的父母 见状阿祥的母亲 气得当场就要动手 自己还好好的 阿祥这一身打扮是什么意思 而经过这么一闹 阿祥和阿峰也不想再听杜晓月的摆布 直接撂挑子走人 与此同时 在别墅里 阿伦对着杜晓月的灵魂说起了心里话 原来当年在柔道场上 他看到杜晓月对自己笑了 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了 不管怎么样 至少能做个朋友 没想到自那之后 杜晓月就再也没有理过他 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后来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如今他是真的很想再见见杜晓月 而另一边 躲在外面的杜晓月和范妮儿听了这番话 感觉这次整骨好像玩得太逼真了 而下一秒 两人在向内望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阿伦已经割了腕 见状 范妮儿联盟冲了进去 帮阿伦包扎了伤口 晚上 阿峰再次带阿祥去找了奶奶 而奶奶得知了他们这些天的遭遇后表示 如果杜晓月已经是鬼魂 哪里还需要招魂呢 于是他给了阿峰和阿祥两件法器 让他们当面试试 杜晓月到底是人是鬼 第二天 阿伦正在向杜晓月深情告白之时 阿峰和阿祥突然冲了进来 对着杜晓月破口大骂 原来他们刚刚已经偷偷的用法器试过了 杜晓月根本就不是鬼 见状杜晓月无理招假 当即转身逃走了 然而阿伦却执迷不悟 希望阿峰和阿祥别再捣乱 让他好好投胎 第二天 包养杜晓月的富商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因为杜晓月一直带着阿伦送了转戒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可见此时的杜晓月已经深深的为阿伦着了谜 于是富商告谢杜晓月 别玩的太过火 自己才是他真正的阵盘男友 晚上杜晓月找到了阿伦 将自己当年突然不理他的原因如实告知 原来有一天杜晓月在男厕所门口 偶然看到一名女同学哭着跑了出来 说自己被阿伦拖了进去动手动脚 所以杜晓月自然就认为阿伦此人十分下流 再也不想给他好脸色 门眼阿伦解释道 其实当时是自己在上厕所 那名女同学冲了进来对他动手动脚 没想到自己将这名女同学赶走后 看到修陈禄竟然出言污蔑自己 至此两人之间的误会终于全部解开 而阿伦也趁机告白杜晓月 说自己不怕人鬼殊途 只求他能再给一次机会 正在这时 阿峰和阿祥冲了出来 说已经查过了 根本没有杜晓月的死亡记录 并且范妮担心他们两个被吓过头 也像阿伦一样做傻事 便告诉了他们整骨的始末 原来阿伦三人之所以会晕 是因为范妮在他们喝的茶里加了安眠药 那个跑来跑去的小男孩 也不是杜晓月的弟弟 只是花钱雇来的而已 至于骨灰弹破裂 其实根本不是阿伦手滑 这时杜晓月见一切被揭穿 感觉面子上很挂不住 于是便赶紧溜走了 没想到转过头 阿伦却告诉阿峰和阿祥 其实自己有一晚是装晕的 早就知道了杜晓月是人不是鬼 之所以还配合他 只是因为想要把他追到手罢了 至于隔腕的伤口 当然也是假的 现在只要安心等着杜晓月 回来找自己就行了 看到这里 涛哥感觉又学了一招 果然最高明的猎手 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的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此后杜晓月再也没有露面 直到有一天警察找上了门 阿伦三人才得知 那天杜晓月跳船后就失踪了 他们是最后见过他的人 晚上三人在海边谈论此事时 阿峰突然发现杜晓月就站在不远处 但阿伦和阿祥都看不到他 原来阿峰继承了奶奶的阴阳眼 可以看见鬼魂 也就是说杜晓月弄假成真 这回是真的变鬼了 随后杜晓月告诉阿峰 那天自己跳船回家后 富商表示他已经和原配离了婚 要给杜晓月名分 然而此时的杜晓月已经决定接受阿伦 所以便拒绝了富商 闻眼富商感到无法接受 便和杜晓月拉扯了起来 想要挽留住他 没想到在此过程中 富商一个失手 把杜晓月推倒 使他的头撞到了桌子上 领了盒饭 随后富商为了回尸灭迹 便把杜晓月扔进了海里 第二天 阿伦三人在阿峰奶奶的帮助下 在海边招起了魂 过了一会儿 杜晓月的尸体真的飘了过来 这时警方发现 杜晓月的背后插了一把刀 上面刻着富商的名字 原来当时杜晓月撞到头并不致死 真正使他避命的 是两人拉扯间碰落的开醒刀 正好卡在沙发上 插进了杜晓月的后背 于是警方立刻逮捕了富商 而此时阿伦才发现 杜晓月了无神机的尸体上 还带着自己送的转戒 画面一转 阿伦实在舍不得杜晓月 于是便按照阿峰奶奶交的方法 捎了一封信给他 与他晚上在至阴至寒的宾室见面 然而杜晓月认为 人鬼殊途 他们不应该再相见了 但阿伦并不这么想 他苦手在宾室里 终于用自己的诚心打动了杜晓月 而由于杜晓月足够想让阿伦看见自己 所以此时阿伦可以看见杜晓月 随后阿伦向杜晓月深情告白 一人一鬼 终于消除了所有的隔阂 心意相通 此后阿伦每天都写信烧给杜晓月 就这样时间转眼来到了一年后 这天是7月14中元节 阿伦重遇杜晓月的日子 当晚阿伦在海边招魂 很快便招回了杜晓月的魂魄 于是一人一鬼 像普通情侣一样 甜蜜的谈起了恋爱 只是在旁人的眼里 阿伦的举止多少有些奇怪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故事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其中也有不少反转的情节 还掺杂了至死不渝的爱情 命运的捉弄 玩火变成针等各种成分 让人有所回味 不过整体制作上还是比较粗糙的 并没有打磨成精品 比如阿伦能否看见杜晓月这一段的解释 就显得有些牵强 经不起推敲 同时杜晓月作为二奶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设 显然也不讨喜 当然只是一家之词 大家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